中国的近海还有南海 它现在掌控能力是越来越强 洞三九它透过这个 蹦推式的推进系统 它就大幅降低噪音 在海里面要被征收到的 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小 因为在作战的时候 整个战面是在西线 所以我们的补给线 一定从东边来 它如果一控制会造成 我们在战时的时候 这个补给线会造成一些危险 或者是没有办法补给 好 这段回来 我们来聊聊大陆的空中实力 你真的不容小觑 为什么远在内陆的沙漠靶场 竟然出现这样一座模拟 美国空军的基地 而且还出现所谓的 链打版的F-35F-2战机 这版明就是锁定美军而来的吗 甚至讲到未来的台海战场 会不会就成了所谓的 无人机地域呢 我们先来看到 这几张卫星图片 很明显可以掌握一下 这个是在最近拍到的 六月底才刚刚拍到的 保加利亚的军事网 它拍到的 这个是中国的空军飞行员 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是在新疆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 他们在干嘛 学习链打美国的什么呢 F-35跟F-22的模型战机 这当中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这个基地基本上 就是模拟美国的空军基地 然后这些战机被大家一对一下 就觉得 这长得就很像美军 现在的F-35跟F-22 那更早之前 也就是在今年 今年的一月了 这个地方照样也被拍到 它不只是空军实力 它还看到 它还针对了美国的海上航母 在这个新疆沙漠的新标 被曝光的 感觉上 它说长得是像这样子 那人家去一对比就觉得 这就很像是美国 航母福特号 你去对比一下那个外形 跟它的配备 感觉就像是 1比1的复刻版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先来问一下小伟哥 哇 这个照片一曝光之后 大家就紧张了 感觉这座沙漠靶场 就是解放军 在测试战力的 非常重要场域吗 它感觉是不是就锁定 美军而来 其实以现在的这个 太平洋的这样一个 禁逐的角度来看的话 北京会把华府 看成头号的这个假想敌 其实也一点都不奇怪 既然要把你视为 那个头号假想敌的话 自然要对你的这个军备 那个对他进行 这样一个模拟训练 要一定要一定准备 因为其实军队就是这样 要对最坏的状况 还要做最好的准备 要不然的话 要你军队干什么 因为军队不是一个 生产事业单位 你摆在那边 他只会消耗你的这个预算 跟消耗你的这个财力 要给他弄这个 作业维持费什么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 就一定要针对别人的 这个武器的强项部分 来进行练习 那当然像这个部分来讲 他说在这个沙漠里面 摆的这个F-22 或F-35的这个模型 也不奇怪 其实像你看 以这个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他们在做 这个红旗演习演练的时候 就直接甚至于 就是有单位来直接 就是模拟 是共军的这个单位 然后来做这样一个 空中模拟对抗 或是空对地的 这种各种这样的对抗都有 所以既然是把对方 当作假想敌的话 这种那个都是少不了的 那甚至于我们也听说 在美国的这个 那个空军的这个演练里面 他们在这个沙漠的 这个空军基地里面 甚至于还有直接 从当初可能透过 东欧的国家 获得的这个苏凯二七 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战机 能够跟美军的战机 直接做这个空中 空战的这样一个模拟训练 苏凯二七 就现在中国大陆 包含像歼-11 歼-16等等 它这个战机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空气 那个等于说 战机的这个基础在那里 所以你看美国都已经 对中国大陆练到 这么认真的这个地步了 那自然从这个 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 也一定要拿你来做 这个全面模拟训练的平台 那像塔克拉玛干 我们会选在 那个中国大陆的 内陆沙漠中那么深 因为其实你今天 在那本里面的地方 在做演练的话 好 就算我今天演练的东西 画在地上给你看的 或做的模型 你都看得到 但实际上我对你做的 这个整种的这个战术作为中 真正不能够泄露的 包含像电磁频谱参数等等 这种东西 你美国没有办法 用靠卫星来抓 我的电磁频谱参数了吧 但如果说今天这种东西 再比如说可能台湾海峡 或是东海 黄海演练的话 那么美国人可高兴 干嘛咧 我们常常看到 美国派了这个什么 RC35侦察机 或者是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过去的时候 它舰上这个 ES18G的这个电载机 都直接出来 要抓你的这种频谱参数 对对对 都被你抓走了 那我以后怎么玩 所以反而中国大陆 因为国家大 那我就选择在新疆离 你这种美国能够抓到 我的这种战情资讯 最远的地方 我做这种真正拟真化 或实战化的 这样一个战术演练的话 这个时候 我真正的战术作为 你就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没错 我卫星可以长期的看到 就是说你今天画了一个 福特号航舰的 那个样子在那边 你弄了几架的战机在那边 都做到 但是因为我们讲到 这种间谍卫星 通常都是属于这种 近地卫星 它能够在同一个 那个点上 能够待的时间是有限的 通常因为如果说 以这个一颗间谍卫星来说 它的这个 在轨道上运行的速度 是音速的25倍 所以它在地球上 可能真的能够 它通过你这塔克拉 马甘沙漠 这样一个时间 大概差不多 只有了不起 大概15分钟 到20分钟左右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只要能够抓住 你这个间谍卫星的 这个时段 我在这边做任何的 这种演练 你其实你都是看不到的 那甚至我们刚刚讲 你要抓到我这种 无核实际运用武器 包括我开雷达 瞄准等等 这种相关的 这种电磁参数 你根本完全都抓不到 为什么新疆 塔克拉马甘迪 那个能够 你美军最近的这个 这个基地的什么 都有这个上千公里以上 这个时候 就变成说 我中国大陆要在这边 不管我要怎么练 或我怎么做测试 或我怎么做什么 你美国人都只能 了不起透过卫星 看到一点点的片段 但是你要对我进行 一个长时间的全时监控 甚至于偷抓我的电子参数 对不起办不到 好 所以就是只有这些 模糊的卫星照片有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马老师 我们想来看一下就是 这是大陆的空军实力 但你不要忘了 过去大家都说 它海上不太行 没有 这一次它也展现出来了 这一次中国大陆 为了庆祝这个 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 首度公开展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带你往下看一下 这一艘潜艇 中国海军公开展示 是洞39C型的新潜舰 那人家说它可能是最新吗 也不是哦 因为军事专家说 它基本上很可能已经服役了 而且它已经正在发挥战力了 我们怎么来解读 这一艘潜艇的技术 跟水下侦测能力呢 因为过去大家说 大陆这一块还跟不上 但没有哦 这个潜艇一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 好像跟美军的水下实力 越来越接近了 那接下来呢 会不会影响美军 对台海冲突的这个情况 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以这个军事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的速度其实是蛮快 那它在数量上面越来越多 那这个美军现在的这个核动力潜舰 大概67艘 那中国虽然只有6艘 但是它一共有60艘的潜艇 就是总共加起来 那其中有6艘是核子动力 那我觉得以这个潜水艇的发展方向 就是要怎么样让它安静不被找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那以现在洞三九 它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军文的 这个报道已经出来 就是说它透过这个倾斜操舵方式 还有这个蹦推式的这个推进系统 它改变了原本的螺旋桨推进系统 它就大幅降低噪音 也就是说它在海里面 要被征收到的这个机会 变得比较小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在武器上的一个进展 而这件事情会对于美国 载制整个水下世界 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那除此之外 因为中国在南海跟这个周边海域 它布了大量的这种浮标式的侦测系统 所以它有水下长城之城 就是它所有 等于说你的潜艇 假设是落在这个水域里面 它不用武器去征收 它只要常态性的放在那边 有这个侦测设施 其实它是抓得到 所以从防御的角度来讲 这个中国的近海还有南海 这个部分它现在掌控能力是越来越强 那带到台海上面 就是说因为台海其实不太适合潜舰作战 太浅了 但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西太平洋 就是台湾的东岸这个部分 因为在作战的时候 整个战面是在西线 所以我们的补给线一定从东边来 那从东边来的话 我们必须要确保水上的这个通道是安全的 那如果中共的这个潜艇在2030年目前 大概没有办法超越 到2035年之后很难讲 它会增加到80艘的潜舰 那在太平洋它有没有办法控制 它如果一控制会造成 我们在战时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补给线会造成一些 这个危险 或者是没有办法补给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海冲突可能的影响 特别是美军它考量 它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支配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在支援台海从东岸上来这一块 我相信应该是美军可能 现在不要担忧的部分 好 所以在东岸的部分来说 现在可能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担忧的一块 但是美军现在就说了 那没关系嘛 我们就来派无人机作战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 最近最新的军售案 拜登政府宣布对台湾军售乌克兰战场 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两款无人机 一个叫做弹簧刀300型 另外叫做Ultus 600M-V 好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弹簧刀300型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个航程至少20公里哦 再来可以制空20分钟 打击20公里外的车辆人员 跟相关的登陆艇 那另外来看到了 这个Ultus 600M-V 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制空更久了 四个小时 发射后可以回收哦 还能进行所谓的战场观测 另外可以打击轻型的战甲车 我想先问一下了 大家怎么看这个相关的武器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说 其实就在它的军售案一过关之后呢 马上美国智库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美国智库现在就点出了 它现在的分析了 在整个台海战争当中呢 现在这个无人机角色 它建议发展对中国的近距离作战 我们使用什么 比较廉价的 比较廉价啦 比较小型的无人机 同时它建议大家去研究 你怎么把无人机跟地面的火力部队去整合 庄老师你怎么来做观察 这有没有相互回应 之前美军的印太司令也这样说 你要赶快部署 赶快部署无人机 这是现在他们最新研究出来 可能就是这个大陆攻台行动当中 我们可以来应对的 说把这个台海变成无人机地域吗 是的 如果追本溯源 这是6月10号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里面的一个作家叫做 Josh Rodin 他写的评论文章 示意图都有出来 对 那当然你可以一笑自知 也可以严肃以对 那所谓的地域景象 它用的是HellScape 我们翻成地域景象或地域景观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中共敢发动 这个对台军事行动 一旦飞机船舰在海峡部署的时候 美方会动用大量的无人机 无人艇 还有无人潜舰 搭配飞弹 对他们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景象 许若恒飞 然后类似群魔乱舞 人间炼狱的景象 所以它叫做所谓地域景观 但是它的一个 作家的一个描述性的讲法 那不过有几点可以思考 第一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真的有这回事 应该是国家机密 最高机密 不可以讲 为什么要讲出来 所以中国官方媒体 像是那个环球时报 就批评说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 不可取 第二个呢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AI搭配无人机 无人艇 这是变成一个时代趋势 不只美国人会这样搞 我想我们还有中国也会这样做 大家战场都这样做 对 大家都会这样做 所以会不会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 中国也把这一套拿来部署在关岛 夏威夷 所以这值得考虑 最后一点就是兵凶战危 我刚讲过 这是一个评论文章 你可以一笑自知 也可以严肃以对 但是这绝对不是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会变成一个非常艰困的时刻 非常显倦的时刻 所以还是保持关心 但是不要过度于 用那个文学家的这个笔法 想象成说什么地域警官 还是要严肃以对 是 那夏威夷 这个大陆的无人机会输吗 他输量也不少 而且他搞不好知道 怎么更低 对 其实以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球上 完全是一个无人机大国 而且因为它本身有非常庞大的 民间的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支撑了它的这个 军民转换的能力 就变成说军用的这样一个东西 很容易就从民间的产能之间 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转换 虽然说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它这种民间的这个无人机市场 的确非常蓬勃 而且的确它现在这个设计 跟制造这个取向 是以这个做商业为主 因为中国大陆太大 很多地方真的需要无人机 不管去撒农药也好 干嘛也好 运货也好 你买东西你去淘宝 你就知道吧 他民生就用很多 对 这个淘宝 这个你要买东西 运到新疆就新疆不包 有为什么新疆太大 就需要这些无人机来帮忙 送来送去 但是它这个能量累积下来 的确是可以让它做 这个军民快速转换 而把这个整个产能 投入做这样的军用机的生产 今天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那个台湾海峡大概 近的地方大概差不多100多 那个宽的地方也 不过两三百公里而已 其实这个场地上来讲 对于中国大陆 要对于它使用这种 什么的进程无人机 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势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 好那个设定到 就是说如果今天 一旦真的军事冲突发生的时候 其实像比如说 以这次美国它愿意出售的 这两款无人机 说真的啦 当然对于强化台湾的防温能力 我是非常乐见的 但是它这个品项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品项就代表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东西 你看它的这个飞行范围 使用这个距离 好 这些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 一艘中国大陆的弹道飞弹 核潜艇 6月18日清晨 这一天是突然间 现身在海峡 中线以西的惊吓水道 怎么回事 而且是突然间浮出 就在这样 我们画面上看到 在一个水面上 那突然出现之后 是全程的 以浮航的方向 往澎湖 还有海峡中线的一个方位来航行 不少渔民是全程都目击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航程 那我方获报之后是立刻派遣的舰艇前往进行监控 大家非常的好奇 这艘潜艇为什么出现在这么浅的海水里面呢 因为今下水道到台湾的海峡 都是潜水区 平均深度50到70公尺 而这样我们看到的核潜艇其实它是比较适合继续的在这个600公尺的地方的水面里面来做深度作战的 到底怎么回事突然间出现在这边 卓老师怎么看 好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不是第一次有大陆的这个潜艇通过台湾海峡 那在2021年12月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一次大陆的这个潜艇也是这个辅航的情况下通过了台湾海峡 那么那一次那一次的时候美国还派了它的这个P-8A的这个侦察机在这个上空 来掌握大陆的这个潜艇的这个航行的情况 所以那一次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一次的主要的原因是 那么它的这个航舰呢 它这个潜艇要到渤海湾这边去进行维修 因为它这个是在这个海南岛这边 从海南岛这边出发 然后到这个渤海湾这边来进行维修 所以刚好就经过了这个台湾海峡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大家有人会问说 那到底为什么它会浮上来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有可能就是说它本来它就会 所以就是说有可能它是要刻意让台湾看到 虽然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维修 是在它一个维修的航行过程 但它可能是特别要让台湾看到 来作为一种展示 威慑 对对对威慑 那当然也有可能它是它必要去 它也它没有办法一直长期存在 潜在底下 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台湾海峡也是比较浅的 所以对它来讲 它本来就不容易能够逃开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雷达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基建的这种侦测 所以它浮上来 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情况 但是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 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它在这个航行过程里头 它是要避免它的这种声纹被别 被这个对方的这个基建所采集 那构成它以后的这个情况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吵闹的声音 它需要有一些吵闹的声音 去掩盖它这个潜见航行的这个 它所可能会散发出来的声纹这些 它的这个机密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它会要制造 它可能也是在制造噪音的过程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面向去理解它 好 我们进一步来关心这个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弹道飞弹核潜舰 好 这个C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型号 来自于媒体所做的研判说 也有可能它是2008年服役的 这个叫做晋级094型的核潜舰 我们现在看画面上的上面这个 那也有媒体说呢 可能是还在研发当中 还没有服役的唐级的核潜舰 好 先来讲上面这个晋级的核潜舰 它说呢 配备6管的鱼6鱼雷的发射管 另外还有包括了前射飞弹 像是巨浪2A跟巨浪3型 另外还有阴级12反舰飞弹 好 唐级的部分我们也来关心这个核潜舰 目前是外界预期同样 它也有配备哦 鱼雷的发射管是533公里 另外再搭配14枚的巨浪3潜舰飞弹 晋级跟唐级总共是两款 都是中共最先进的第三代核潜舰 有多大的战略威者力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事应该算是晋级 因为晋级它有八艘 那八艘就是成熟的 它可以过来这边做演习 那我们台湾海峡其实不适合浅舰在我们做伏击 因为台湾海峡的平均的深度是40公尺到80公尺的深度 太浅了 最高最深最深大概就是120公尺的深度 在太平洋就花东外海那比较深 那都1000多公尺 一下下去只有1000多公尺 那台湾海峡就是40到80 比较深的地方120公尺 那我们看晋级的 晋级的这个潜舰 它的这个 我们知道它的长度 长度我们不要去管它长不长度 你最主要是看这个深度 深度的话 它的深度就是将近就是17公尺 为什么 因为它挂的是 里面装的是这个弹道飞弹 核弹在里面 挂一到三枚的核弹头 光这个 我们知道光这个深度 大概就是13公尺 它里面 你看它为什么会突出来 这个总共宽度要13公尺 我们看它可以挂个 你刚刚讲的挂阴极腰梁 阴极腰梁就比较小了 阴极腰梁的直径多少 两公尺 阴极腰梁你看挂进去 这桌子那么大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坛子 然后7公尺 你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挑高 是两层楼的 就是7公尺 这个就是阴极腰梁 但是我们今天是挂的 是我们讲巨浪2跟巨浪3 它13公尺 它那么宽 但是它13公尺 为什么 它打了一万两千公里 巨浪2打9千公里 巨浪3只打一万两千公里 它是那么 直径也是两公尺 但是它的长度是13公尺 为什么 它打到美国去了 所以我都认为 它平常挂的是阴极腰梁 那阴极腰梁是它是反舰 浅射反舰 所以我们看那个军舰 我们军舰在海面上走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范围 200公里 是没有任何军舰的 但是不要忘了 下面有浅舰 对 那浅舰它浅射是 应急腰梁 打500公里 你都没看到 突然军舰出来了 发射出来了 这是被人 浅对舰 从浅射 它也不要浮起来 它在下面就发射 浅对舰 它前面一个推进 决器推进完毕之后 它把那个气体做隔离 以免它的这个流线型更棒 一出水 马上点火就出去了 就是我们讲的保持50公尺的 铁略海飞行 50公尺 因为它蛮重的 它的整个的 我们看到这个 阴急腰梁 整个重量是500 我们讲的三公吨 弹头300公斤的弹头 它为什么要打500公里 因为它三公吨 所以要很重 重的话 它燃料够 直接打500公里之内的 所有的军舰 是这个样子 所以看它是自海 跟战略打击武器 那它今天在台湾海峡 我告诉你 它装的就是阴急腰梁 就是自海 它不要去做弹道飞弹 那时候打美国 那要出第一岛链出去的啦 出第一岛链发射 在台湾海峡 打这个弹道飞弹干嘛 挂了 装的阴急腰梁 所以它今天刻意出来 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中间出来 它就表示说 不要以为台湾海峡 是没有浅舰的 虽然它只有40公尺 到80公尺的深度 平均深度 它一样可以做 你看它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一个晋级的 094晋级的 它的这个 它这个深度 因为浅舰 它宽度是13公尺 但它深度是17公尺 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 我要认为 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 中共可以使用的这些 所有的武器装备 我们看到的是看到了空中 是看到了军舰 六艘到八艘不等 在台湾四周 北中南东在那边绕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浅舰 那浅舰有没有 确定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越是我们不知道的 越危险 是 那在台湾海峡 是不是有两到三艘 我们不知道 那在花东外海 宜兰花东外海 那更深了 因为这个 我们讲晋级的这个浅舰 它可以浅500公尺 最深 但一般来讲浅了300公尺而已 它不会浅到那么深的 300就够了 因为浅的越深 每10公尺增加一大气压 你300公尺就已经30大气压 那个压力可 要承受那个压力 而且我们知道 会有这个 我们叫做会受马效应 因为你经过压 起来之后又喷回去 你会 你的皱纹就要出来了 受马效应会非常明显 一般来讲 浅200公尺就差不多了 但是竟然在台湾海峡 那么浅的 只有80公尺的深度 竟然会有晋级浅舰 那我会告诉你 花东海绝对有 而且会有 更多 对 我判断两到三艘 台湾海峡这只是一艘 但是不要忘了 不要认为它只有一艘 我认为最少会保持一到两艘 而且台湾海峡 尤其在澎湖外面的时候 在澎湖滩 就是澎湖南边 那地形很复杂 一般来讲 那不是黑水沟吗 就好像很危险 保持里面的暗用很多 它都是浅见的海味在那边 反正就是 它克服的这些 复杂的地形 因为台湾海峡不能随便 因为有海底山脉 不小心用你会撞山 一撞山脉 你这个存钱就要大修了 要报废了 或怎么样状况 会很麻烦 那中共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它现在 平战结合 也在台湾海峡 做浅见的训练 往往是我们全部都看不到 我认为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好 中共在台湾海峡的部分 做部署 另外美国的部分也说 接下来会在这边 宣布一项叫做地狱的计划 在这边做的是 要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和船 来干扰中共攻台的计划 大使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它同样 这个无人机造得非常快 对 这个目前就是说 就是用无人机 无人艇 作为作战的一个主要方式 现在正在越来越受各国的重视 可是在论这个无人机 无人艇的这方面的研发 跟这个目前发展阶段 就是美国跟大陆 两个是最先进的 那要知道这个无人艇 这个无人机的话 技术第一名是中国大陆 好 这一件我们持续聚焦在海上 美中的军事在海上面的一个大PK 这是来自于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中国大陆的海军 大连的造船厂已经让第十艘的 画面上您看到这一艘 055的型的驱逐舰正式的下水 那我们也来看到说 如果按照美国的海军航母打击群编制 这边是说 由一艘航母搭配五艘伯克级的驱逐舰的话 来做推算 那么中国大陆如果你有三艘航母舰队 要跟美军抗衡 大概是需要15艘 特别提到的是15艘的055的驱逐舰 展望未来中国大陆如果 迈上四艘的航母 那势必就会需要 这边做了统计 要更多更多的055型的驱逐舰 好 现在我们来看 055驱逐舰后续还会再持续增舰吗 那055型的驱逐舰 可能会发展到多大的一个规模 大中老师如何看 对 我们想055驱逐舰万顿达驱 它的满水量大概是一万三千顿 长一百八十公尺 快二十公尺 的确是一个海上的旁旁大物 那一直是由大连跟江南造船上所建造 那它的第一批次已经完全成军 包括南昌舰 拉萨舰 安山 延安 吴席 尊义 咸阳 大连舰 那现在是所建造的是第二批次 因为通常第二批次 第二批次的传来讲比较新 会有一些改良 或是有一些增强跟调整的地方 所以嘉兴舰 保定舰 未来还会有 那有一说就是一般判断 可能第二批次的八艘在2030年 也许速度快的话 一切顺利化就会完全成军 所以到时候可能 中国大陆海军就有16艘055的万顿大区 那它所面对到的是谁 面对到目前 假设以美国为家长敌 因为美国大海军 目前还是有巡洋舰的配置 抵抗特洛加 但它比较老 慢慢要淘汰掉 那还有所谓的74艘伯克级 伯克1 伯克2 伯克3 大概有70几艘 那目前美军是想要去 在大概建造18到20艘伯克3系 那伯克级的 虽然也是所谓的 美国定义式驱逐舰 它的盾位是比055要小 大概8000多顿到9000多顿左右 一般来说 它被视为是美国海军 这建造时间最久 因为它横跨上世纪到现在 未来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 伯克3级 所以05级对的就是 所谓的伯克3 这样的美国的 从上一世纪到现在 不断改良的军舰 那不管如何 目前来说 中国大陆海军 未来的这个编制 主要水上上散立的 4到6艘航舰 那6艘075 两栖登陆机 两栖攻击舰 16艘刚讲的 05万顿大驱 40艘052D 再加上50艘 所谓的054AB 所谓的护卫舰 肩不管水下战力 对比的是美国什么 因为美国最近几年 比较紧张跟忧虑 因为它在主要作战舰的 建制的数目是 落后于中国大陆 所以目前美国有所谓的 2045年建军计划 目前来说 美国的主力的舰艇是 2024年290艘 它希望能够在 在2045 2050年的时候 能够达到350几艘 那它的配置带是 包括水下战力 就是 大概有12艘 加66艘的 所谓的这个 哥恩比亚级 这个战略 赫兹东尼潜舰 跟威金尼亚级 攻击潜舰 12艘航舰 应该比现在多一艘 96艘所谓的 巡洋舰跟军方舰 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 伯克级 最新 还有所谓的 星座级 新方舰 大概有50艘 大型跟中型的 两栖作战舰艇 以及82艘 后勤舰艇 但是有一个地方 也很重要 美国的规划 还包括150艘 水面跟水下的 这个 无人载具 那目前 这是美国未来 全方位所要建造的 舰队规模 主要当然是 抗衡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过去20年的 这个造舰速度 太可怕了 是像下小子一样 美宁的这个船 新的船 浮衣下水的数量 可能都比 远比欧洲 主要先进西欧大国的 总和来得多 美中都在比 这个海上的舰 对谁比较多 越来越建造 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 刚刚除了老师 帮我们提到的 055型驱逐舰 老师还帮我们提到 另外两个是 052D驱逐舰 说最近又增购了 11艘 另外提到的 054A的护卫舰 也在增购20艘 我们看到 未来三四年内 这个解放军的部分 都会来完全的 做交付 接下来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驱逐舰跟护卫舰 两款舰艇优势 我们请议员来带我们看 我们要先理解 在现代的 军舰建造时间 非常的长 即便是对 中国大陆来说 已经比较熟练了 054A的护卫舰 从开工建造 到下水 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再加上一年多的时间 再继续训练 以及整备 所以总共需要 两年多时间 那么在战争初期 一旦真的开打 海军当然是 仰赖现有的战舰 那战时 你不可能说 立刻建造一个新军舰 然后马上用来作战 所以实际上 一旦战争开打 海军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存量 拼的是 我现在有多少的战舰 可供使用 而不是我所有的 这个什么 制造的能力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即便已经有了 比较先进的 055型的驱逐舰 还是要多采购 多制造 052D驱逐 以及054A的护卫舰 就是因为 它们虽然不是 最先进的舰艇 但是呢 它们是中国大陆海军 最成熟的作战舰艇 就包含它的建造 跟训练 都非常的熟练 而且呢 就是它们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增加可以作战的 舰艇的数量 它才能够平均上 提高它即时的战斗力 虽然这几个舰队 它不适合用于远洋的作战 但关键就来了 就是它是在近海防御 然后来巡查 跟警戒的任务的时候 都能够发挥 比较灵活的相关作用 而且呢 就是一方面 它是基于舰队结构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 当然这两款舰队 也都有它各自的特殊 像刚刚说的 052D驱逐舰呢 它当前呢 被认为是 中国大陆海军作战的 重要支柱 有先进的防空 反潜和反舰能力 甚至呢 也可以同时对付 多个的空中和海上的目标 而且规模比较小 也适合大规模建造 054A的护卫舰呢 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 性能比较出色 它的反潜跟巡逻能力 也都非常的强 所以 现阶段 它之所以要大量的制造 这两款 其实也传递了一个 很明显的讯号 也就是说 中国的海军 正在积极的 很主动的 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压力 来迎接外部的军事威胁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海军打的就是存量 我现阶段 我为什么要像下饺子一样 越下越多 就是因为预测到 未来的冲突在所难免 那么到时候 当美国的军舰数量下降 而大陆的海军舰艇 舰队上升的时候 那么相较之下 这个差别就一目了然 好 除了比刚刚说 造舰速度最重要的 还有它的存量到底有多少 我们继续来看 共军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于美军来说 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压力 像这个 我想我们看美军的部分压力 可以想象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军力 众所皆知 它现在已经第一名了 已经赢过美军 现在在总体的 中美的部分的对峙 但是我们要从个角度来看 对于美军的压力是什么 压力从来不是个地域 或者大家 你有多少武器 我有多少武器 你有多少军费 每年我有多少军费 而且那个是压力时间点 所以压力时间点 现在大家在国际上 大家在看来就2027年 也就是2027年之后 中国大陆是不是武力犯台的 这种所谓军事的 这种思路 或在军事的准备 因为你每一年 你都在舰艇 但是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未来一个 最关键的时间点 你设定在哪里 所以现在众所周知 现在都在设定 2027年中国大陆 最有可能犯台的一个时间点 在整个印太 整个亚太 包括第一岛链 这个过程里头 美军所要承担的压力 或中国大陆现在 什么东西都在建 那这个东西为了什么 首先我们首先来看 眼前的部分都知道 台海的对决 在一旦第一岛链 发生有真正的这种历史性的 很重要的 所谓对于台湾的发动战争 毫无疑问的 最大关键是海军 它是以海军 带动空军 跟最后登陆陆军 它跟我们在乌克兰当中 看到的陆军在对抗 那么火箭军等等的 就是说飞弹的部分 是不太一样的 整个结构不同 所以海军一直就是台海 或第一岛链当中 最大关键的核心军种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这是我们都长期知道的 但是此刻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一两年当中 很多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部分 中国大陆在南海当中 所谓中美飞之间 这方面的缠斗 虽然是海景的部分 跟福利宾当中一些渔船 或带他搁置军事演习 可是众所皆知 甚至前一阵子 在还没有围绕军演之前 大家都甚至认为 哇 可能中飞之间海域的部分 是更危险的 所以在这里头 各位 中飞海域当中 它可能就不见得 是所谓航空母舰的战争 它更多的是像驱逐线 像刚刚讲的 052D这种昆明级 或054A 那么现在可能也 最近中国大陆加定了 31辆 31个 31骚 这两个原来已经要停产的 就像刚刚汉廷所提到的 它就训练舰制当中很快 而且要把054A 更把它的武器翻译成054B 大家现在公认说 它不会是054A 救的不能舰艇 它在武器系统方面 都会有所改进 只是说这里头的运作 员工要在哪里睡觉 吃饭干嘛 操纵舰哪个地方 这个都非常非常熟练 而且我所看到 就像刚刚汉廷讲的 一般过去来讲 可能你训练的这些官士兵 在舰领上需要时间 但是你用052D 或054A或B的部分 会更快 更加速 可能只是新武器的训练而已 所以简单来说 实际上要知道 整个近代的军力当中 美国方面 之前都已经说 中国大陆接下来 包括前舰 会有65艘 美国方面的情报 提到 中国大陆没有承认 也没有表达 但是以这样子的规模 前舰的护卫 也需要类似像 昆明级052D的这种驱逐舰来护卫 南海也要 还有钓鱼台 不要忘了 钓鱼台当中 一旦真的打起来之后 第一岛链的东西 需要的海军军力 不是只有这纸刷和航母舰 需要的驱逐舰 真的要这样饺子这么多 可能还都不够 再搭配还有火箭军 整整整齐的相关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要回头回来看 什么时候是美军的压力点 中国大陆的 无限级的部分的扩大 还不止包括导弹 他们的火箭军 也在同时进行 也不止支队台湾 包括钓鱼台 包括菲律宾 这些特别设定的时间点 2027年 所以这个部分的压力 要从时间点来观察 中国大陆到底 现在对于军力的投资 只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吗 只有美国情报当中 分析的这些吗 恐怕比我们想象中 可能还会更多呢 好 所以我们持续要关注 在这个海上的武器部分 还有2027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年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是说 刚刚上这歌特别提到的南海 最近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布局 动作也相当的多 那最近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呢 中国大陆正在建军海南岛上 两座海军基地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关心的是基地的建制 好 这两个地方叫做榆林 另外一个是隆坡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卫星画面显示 中国大陆大幅的建军 在这边的一个设施 还有码头 可以让12艘的潜舰 进入基地里面做停泊 还包括可以停泊 核子攻击潜舰 好 都是在为台海冲突 来预作准备 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可以为台海 还有刚刚提到的南海 这两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带来多大的一个益助 大宗老师如何看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榆林基地 本来就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海军基地 不管是对停泊水面舰 还有主要是潜舰 因为我们看地理位置可以知道 从这个榆林 这个海南岛往南走 进入到南海 基本上这个地带就是 因为比较难被其他国家所侦测 因为海够深 那所以这一次所征照的一些 一些画面里面可以看到 包括机场跑道 这个海军军港的码头 潜见的设施 甚至机库等等 都有很多新的一些设施 那其实这样的新闻 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 其实并不罕见 每隔一两年 都有类似的新闻跑出来 对 这只是代表说 因为榆林当然只是中国大陆 众多海军基地 重要的一环而已 其实应该是全方面去做运作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说 对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记得 上个月有举行所谓的 美国海军联盟会议讨会 那时候跟台湾还相关 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力部长 在演讲上有特别讲说 意思是因应美国的挑战者 大概只要指的是中俄 所以代表说 美国目前来说 海军的建造能量 跟数目是不足 必须要迎头赶上 加大投资 加大预算 快速生产 而且还要跟美国的盟国 一起合作 这样的工业生产力 以及维修能力 所以我觉得 因为海军的建设是长城 需要大量的钱 但是我觉得 目前美中两国各有优势 因为怎么说 因为中国大陆有后发优势 包括它造舰的速度 等等运用的科技 但是美国毕竟 它是个老牌的海洋强权 它以操作潜舰而言 它历史非常非常悠久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 它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包括如何运用这个航舰 我觉得美国的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它的航舰 以前是战斗群 现在打击群 那目前就要看 中国大陆现在 集起直追的速度有多快 我要讲的是 它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它后面看不到的是 人才 技术 科技 这个是真正绝死雄的关键 是 好 同样一个问题 汉庭议员如何看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导 然后随后就分析说 你看它是为了要因应潜在的台海冲突 甚至是在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制海权 然后实际上中方的扩建 并不是单纯为了台海冲突所做准备的 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中国海军 在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叫做南海大后方的战略 其实从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提出来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两岸关系是非常和平的 那么另外要说叫挑战美国的制海权 也不对 因为在中国的立场南海本来就是中国的 那么在我们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中华民国 所以为什么要在海南岛 当然是因为它的军事地位以及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部署基地扩建基地 它当然就可以提升整个海军力量的投射能力 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力据点 然后把军力部署在这个位置 就能够让军力能够辐射到整个的南海地区 对要保护国家的海洋资源 或者是一些其他受保护的国家 也都能够起到相对应的作用 因为也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 所以当然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 对中国来说当然越来越重要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海南岛基地的强化也有助于海上的整个的贸易路线 然后对中国到来说 跟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跟国际合作 都是有利益上的帮助 所以它不仅仅是单纯因应所谓的台海的冲突 它本来就是中国海军现代化重要的一部分 为的是自己国家的常人利益发展 当然在一方面也是增强了潜艇的一个隐蔽性 因为解放军的水下力量就包含像潜艇 它就可以透过航道进入到南海的深处 那么它的行踪就会更难被追踪到 而且也能够海南岛作为潜艇的重要的补给基地 能够有更多的维护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补给设施 那当然是因为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我们才会觉得它似乎可以为未来的两岸冲突做好准备 那虽然可能十多年前提起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南海大后方没想到 但是可能未来真的会拍上用场 谢谢 谢谢汉庭议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4月23号 这一天是中共的海军建军已经75周年了 这一次的建军竟然也邀请到了台湾的媒体一起去参观 这个非常特别是位在于青岛的海军潜艇的学院 好 下方这一次让媒体来参观的项目 我们来看到包括了潜艇的操纵运动的这个仿真训练室之外 我们来看到还有在校2年级学生来操演渡海登岛400米障碍的科目 还做了一个简报影片 甚至播放了潜射弹道飞弹还有试射的画面等等 针对这些操练是否是针对台湾是遭到校方的否认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潜眷学校做什么 创立在1953年是毛泽东他亲自签署的命令所成立的 那至今已经培训了签名军事的留学生 数百名官员的政府官员等等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他说是为了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能力 培养完整的战斗作风 而且是不针对这边强调任何的目标 我们来看到这个建军75周年之际 为什么这一次突然间可以开放了台湾 媒体来参观海军的潜艇学院 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宣传效果 马老师 我觉得这个 我比较没有从这个威辙或威恶的角度来看 因为其实以中国大陆现在的军事行动 对台湾来讲这个压迫性已经十足了 他特别要找媒体来看这个登岛 感觉意义上也不大 但是这一次开放台湾媒体的确在 你可以查到资料里面应该真的是第一次 过去他们的相关活动应该只开放军官参加 可能一般的媒体不能进去参观 或者是登见参观 这一次他这个活动是开放媒体上去 可是他不是采访他只是让你上去看 他也不能拍照也不能摄影 但是他某种程度想要透过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海军的这个开放 常常都是敦目 就是有时候会靠个岸让人家上这个进来参观 但是这个参观你看得到的东西绝对跟机密都无关 所以这个在线密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在传递这个讯息上面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觉得反而觉得是有一种清明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的学员的生活 然后他们也就是血肉之气也是人 就是反而是拉近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没有特别觉得 他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恫吓台湾 因为平常的动作太多 是 好 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读 这一次的这个参观的动作 同样开放参观的还有什么呢 就安排记者前往的是在青岛港 这个是三号码头的地方 也是让记者前去参观 这一次是做什么 登舰 参观就是这个 画面上您看到052D型的驱逐舰 好 这个是贵阳舰 那和051C型的驱逐舰 石家庄舰的内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 他搬出了最先进的这些万顿大区 让台湾媒体参观 这个这一次有没有宣传还有威哲的一些意味呢 介大使怎么看 这样子 这个其实70年 就是说5年前 他70周年 这是75周年 那时候也是扩大举办 只是说他当时只邀请外国的军官团 军官上见的 媒体通通没有上去 那这一次活动不是只有台媒受邀 有外媒 港澳台 一棒 一缸子的人 都有 那我们台媒就三个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 可能是我们台媒提出来问的 那我觉得就是视野太小了 中国大陆是做国际宣传 不是对台湾做宣传 所以他当然就说 他不会 他任何都是标准 他不具针对性 他任何的操脸或者说演习 都不会具针对性的 那不过他这一次倒是我觉得 这个跟过去五年前 他事实上他没有 他五年前他没有开放这个媒体 就受邀的外媒跟港澳台媒体 登检这次开放 那可是他还是有条件 不能摄影 那可是呢就展现说 中国大陆现在他的这个 所谓宣传 军事宣传 事实上军事外交 他的尺度更大了 那自信心也比较强了 那他这一次这个052D 其实为什么选这一型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型是现在 目前中国大陆 事实上数量最多的一型军舰 是 他实际在服役就25艘 另外正在水 这个水 水士 还有正在制造 还有已经在西装的 加起来差不多有10艘 那这个大概7500吨 现在是等于中国大陆海军的一个主力 主力这个飞弹 飞弹这个驱逐舰 飞弹驱逐舰 那我觉得他就是说已经可以拿出来 公诸一试 让大家上去 尤其是媒体上去 让大家看 那当然是要展现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啊 那你说他要威责 他不是只威责台湾 他是威责所有的国家 尤其要给威责给这些 日本韩国美国的媒体上去看一看 中国大陆飞吾下阿盟 是这个军事实力 是实打实的 可以让你看 那么就这一艘7500吨的这个排水量 满载排水量器 有64个垂发系统 你去看看韩国的那个 最近的那个 他那个四中大王还什么 最近一艘 12000吨 垂发系统也差不多这个数目 所以这个垂发的话 基本上你看他搭载的这种 这种的武器 这么多元 我觉得就他来讲的话 对大陆来讲的话 他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军事的实力的 到达什么样一个水平 好 刚刚从外交 还有政治上面的层面来做解读 我们现在来往下 就这个真正的军事实力 来做一些解读 尤其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共目前的潜舰战力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来自于台湾的 国防院年度报告说 现在中共潜舰总数有70艘 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是有6艘是核动力的弹道飞弹的 一个潜舰 还有6艘是核动力的攻击潜舰 还有其他是裁电动力攻击潜舰 那目前呢 全世界共有6个国家 是拥有核潜舰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集 包括美俄是 现在目前的第一名嘛 这个核潜舰叠为第一集 第二是英法 再来中共第三 好 我们再来特别关心到 中共新一代 包括我们现在要讨论到的 095型跟096型的这个核潜舰 成军之后 共军的潜舰战力就有望 现在说有可能来跟美俄 来并驾齐驱吗 老师你怎么看 他现在在加强 就是我们讲的潜舰战力 因为海军 水面舰 它已经大达一定的水准 现在是水下舰队 然后我们知道 美国总共有71艘潜舰 但是美国的全部都是核子动力 攻击潜舰跟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潜舰 是这个样 那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有12艘 6艘是核子动力攻击潜舰 另外6艘是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潜舰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那就是 那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 之后就095系列 095系列的话 它会挂殷级18 殷级18的反舰飞弹 它也可以挂海洪旗 就是从里面发射 去打那个飞机的 它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换加在这一方面 它的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 在这个水面下的战力也蛮强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殷级18 殷级18系列的 它可以打到 大概最远的话 可以打到将近600公里 它在次因素巡航 但在最后攻击 就这样的话 应该到达将近三倍因素攻击 对禁迫防御系统的 这一方面的威胁性是蛮 它对禁迫防御系统的 这种我们叫突防的人力蛮强的 因为最后的速度太快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096的弹道飞弹 核子动力的潜舰 它这个是它的王牌 因为我们知道核子动力三位一体 一个是我们叫地窖式地井的 地对地的就是弹道飞弹 这都是洲际飞弹 由长征 由这个东风系列的帮它去发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轰炸机 这是它的弱项 因为它只有轰6N 轰6N的这种 具有载这个核子武器的轰炸机 但是它是属于中型轰炸机 而且它的航程最远最远 只能飞1500公里单程 作战半径只有2500公里 所以这是它的弱项 当然它的轰20还没有出来 所以它现在也只有轰6N 在这边做弹道飞弹 就是由战机轰炸机来发射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096 但096可以在居浪3 居浪3可以打1万2000公里 而且它的这种 它在水下的 因为它核子动力 它可以在下面长时间引力 然后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可以在水下就做发射 那这个打1万2000公里的巨浪3的话 那几乎可以涵盖到整个美国 这个世界各地了 就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搭配的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它排到第三树 要往上跳升 因为它除了这12艘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彩电传统动力的 攻击潜艰 那这样换就要参照 它就要起来要换气 为什么它充电 它就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核动力是不用充电的 直接就是核动力的 它可以无限使用 无航程限制 但是传统动力的一定要来充电 你充电就要浮起来 你浮起来就很容易被发现 因为就算是晚上浮起来 但是红外线知道你在充电 热热的 冒气的在海上 大海上面会有冒气的 红红的 为什么红外线感受到那温度了 就抓到它了 那就是 所以这个传统动力的彩电 是有它的短板 那在未来 那么多的高科技的征收装备 包含人造卫星 包含红外线 也包含这个核程孔径雷达照相 都可以发现到它 所以变成核动力越来越重要 传统的财电的这种浅舰 慢慢慢慢就要被取核待制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中大国的军力竞赛 来看到的是大陆的 歼35战载机 能够挑战美军现役的机种了吗 我们今天来关心 是来自于香港的文汇网的公布 它号称 来自中航工业公司的 这一台歼35战载机的性能参数 根据了报导 会整的数据显示 是歼35战机 我们来看到 它的这个正面的雷达 反射结面积 大约是0.01平方公尺 最大起飞的重量是35吨 再来看到它的作战半径 是1350公里 最大速度达到2.2马赫 好 这一些数据当中 其实有很多项是超越了 美军的F-35C 还有F-22的性能等等 好 根据港媒的报导 它现在是已经超越了 这个美国的部分 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张老师 飞机是个载台 最重要的是它的搜索系统 还有它的武器性能 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 现在飞机都很零巧零变 两个都是逆中 歼35包含跟美国的F-35 跟美国的F-22比起来 这个歼35F是双发 美国的F-22也是双发 它们最大的速度都差不多 都是2.2跟2.0差不多 我认为速度跟它的作战半径 伯仲之间 重要的是它的电站能力 电站能力一般来讲 电站能力每一个人 中国大陆沿海 经常美国的 包含RC-135 包含P-8A 还有包括 它的阿米提斯 甚至还有包括它的EP-3 都在那边做电子频谱的 这方面的征收 来做它的大数据 也在建置它的资料库 这个都是电站 因为电站能力的大小强弱 可能可以决定未来的战场 换句话 当然谁的电子频谱掌握得多 谁的电子的反制 还有自我保护的反反制 比较强 这是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能够 所敌目标获得 自己所能够发射飞弹 有没有抗干扰能力 它的飞弹的射程够不够长 中共的P-315 P-315的话 已经可以到达200公里以上 美国的M-1两洞 它的射程大概140公里 要这样来看 那会不会 射程是一回事 会不会被干扰掉 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 飞机的性能 你这边做一些战力展示 这边做一些特技 好像还会做一些 很奇怪的动作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表示说这个飞机 性能蛮好 蛮凌巧的 但是真正要去摧毁 敌方的载台 或者要对海 或者对地主轰炸 做战场主角 那就变成它的武器性能了 那武器性能 那武器性能的话 它挂的配备的是什么 配备的是常见 还是短见 要这样来看 另外一个 别人所发射的武器 对这个飞机 能不能把它 你做自我的防护 有没有金钟罩 我们叫做电站 电子的软体 电站软体的资料 够不够 能不能它的东西 能不能被你干扰掉 还是它有抗干扰能力 你根本没办法干扰掉 你的能量可能比较差 你这方面 你这会能不能课题 没有真正的 在战场上来做验证 那大家在那边 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性能 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航程 最大的作战把你展现出来 就这样子 那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电站能力 还有它5G系统的功能 是 F-35舰最重要的是它 赢过美军的地方 老师帮我们看到 特别是在这个电站的能力 那我们之所以会特别来 关心这个F-35舰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 中国当时的第一艘航母 辽宁号 从2023年2月28日返回 大连的船厂 进行的中期改造 那其实到现在已经刚好满了一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画面上 中国网上也流传了一组照片 这个是在辽宁号 在2月29号出场 前往黄海开启海市的消息 照片中辽宁号搭载的就是 F-35的等比 是一个等比的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到是腾讯网的军事专栏 也特别说改造后的辽宁号 是可以搭载达到了40架以上的舰载机的 好继续请教静哥怎么看 辽宁号这一次做了中期的一个改造 跟过去商品 觉得在性能上面大概提升了哪些部分 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报告 所有真正的行家来看这些改进的工程 人家不是看甲板上摆了什么东西 人家是到码头上的那个废材的那个斗 那个废料斗跟那些拆下来东西来看东西 因为所有建材商寸土寸金 你要装任何新东西 你旧东西要拆下来 就目前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讯息显示 这一次轮机还有很多的负责这个机型 还有这个机物资源的系统做了很大的改装 因为有很多相关的零组件被裁下来 而且有很多舰艇上的叫做辅机系统 提供电力 提供相关的蒸汽 提供相关的这个压力 很多的这些装备 它其实都有拆下来 或者把它放到这个废材斗上里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判断 它的传播主机应该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因为大家只看到好像这个殲35 非常吸引眼光 但是你要知道它今天之所以能够在一个 这个就是航空母舰上 这个航舰上运作 航舰本身的能力 尤其是机物的资源系统 这个学长是飞行员出身 一定瞭解这个其中的重要性 而且最重要的我也要呼应一下 学长刚才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要看 这个飞机跟它谁跟它搭配 整个因为它是 你要看它所赋予的任务 我们要做这个军事作战 就跟一个交响乐 你今天买了一把这个百万民情 然后请了一个单一的乐师 但是跟它搭配的是一群 这个叫做烂于充数的 那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得好 他还是要看整体的战力 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 什么东西越新越快越高科技 就一定打胜仗 越战时期的时候 美国那个科技水准 比北越那个高了多少 可是在北越的防空 跟它对抗的过程中 美国被打得焦头烂额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新 不是好 能力强 而是说你怎么样能够 将它用最好的 这个就是组合方式 然后把它展现出整体战力 那跟歼35是最好的一个组合方式吗 它可以增加它的战力吗 我们还要看 因为它要真正出来练兵 从练兵的很多细节 它跟哪些飞机会合搭配 而且去征收它的通信的 这个里头的信文 还有它发射的电子信号 你才能做整体办断 所以人家讲说 以前人家讲说 这个菜好不好 你要到哨水桶去看 所以这个船改了好不好 你要看它拆下了什么东西 你才知道它哪些地方有了进步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航母的部分 之前是有港媒的爆料 中国规划要同时建造两艘的核动力的航母 但是那时候没有获得官方承认 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最新消息 是中国海军的政委 这位是袁华智 他在3月5号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了 他说新航空母舰的建造计划 很快 这次他改口了 他就说会公布 那么针对中国的航母战力的发展进度 根据了中共的国防政策研究院的 这位研究员 他是王云飞 他预测 到2035年将可以达到6艘 而且他特别强调有4艘是核动力的 如果真的说 接下来的航母成军有6艘的话 然后特别4艘还是核动力的 将会如何改变印太军力平衡 老师怎么看 好 那当然这个 第一个我们先看现在的 这个印太地区的国家 特别是在这个东海这一块 东海到南海这一条线上 西太平洋 到底这些国家的这个航母的数量 那这里头我们发现到 其实像日本呢 其实是没有 目前没有服役中的航母的 那他有在建造当中 总共有6艘 那这个澳洲也没有航母 那印度有两艘航母 不过印度其实是在印度洋 他没有常态性的部署在西太平洋 所以说整体来说 在中国大陆 如果他的航母持续的增加 他主要面对到的竞争对手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航母 那美国因为全球有11艘航母 就如果他真的全部 一半在西太平洋 那大概也就是5 6艘 所以但就表示说 一旦中国大陆有了6艘航母 那就跟美国是势均立地 那当然美国也不可能 6艘全部都来 像前一阵子说有5艘 事实上有一些是换防 有一些是要离开 所以说整体来讲 因为美国有全球性的责任 所以他真的能够部署在这个西太平洋 不会超过6艘 那这个5艘都是很少舰的状态 因此这当然会使得 中国大陆是比较处于优势 不过我们要回来看 到底中国大陆 有没有可能建成一个 所谓6艘航母的 这样子一个航母的舰队 那第一个 当然有的人分析认为说 中国大陆应该建6艘 因为它三个舰队 北海 东海 南海 所以刚好就是 每一个舰队是两艘航母 那如果还有一艘 应该是部署在印度洋这个地区 所以是7艘 但是现在来讲 因为它现在只有3艘 那如果以它这个现在 建一艘航母 大概6到8年的速度来讲 那就算它同时开2到3个 那未来到新的航母建成的时候 旧的比如像最早的这个辽宁号 可能也要退役了 所以说这它当然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建造航母 虽然中国大陆的造舰能力 是毋庸置疑 是全世界最强的 但是它毕竟它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还要搭配它的这些武器 配备 训练 这些都再加上去 它真的要建成6艘 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 是 好 我们看完这个水上的航母 来看到的是水下 共军的水下的 它的潜艰战力也有突破 这个是来自于 美国的海军技术学院近期 它证实的说 中国的这个096型的 首艘的核弹 到的这个飞弹前舰 经过三年测试之后呢 是在2023年正式开始服役 那和中共的其他前舰相比的话 特别提到说 096型的这个核潜艇 核潜艇 我们来画面上看到 性能是大幅提升了 特别注意到 它有可以的是在 极地的冰层覆盖下 还可以发射飞弹的一个能力 好 请问 继续请教老师 怎么看 郑东老师 这个096型的核弹道 飞弹前舰 就隐蔽性跟它的战力性 怎么看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 这个096 因为中国大陆 它这个假如是9 后面是 09后面假如是双数的话 那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弹道的 导弹的这个潜艇 导弹的潜艇 那这个096 是第三款 第一款是092 然后094 然后096 那096这一款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突破 是在于说 它用了所谓的 这个叫做 荡推技术 那这个荡推技术 其实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说 它这个荡推技术 因为过去 它是用内燃机 然后驱动它那个 螺旋液 那现在它用这个 荡推技术 荡推技术 它是用磁力驱动 所以它的所占 它的这个 会带来两个显著的优势 第一个 它的这个速度会变快 第二个 它的使用的空间会变小 也就是意味着 它这个潜艇同样大小 它可以装更多的 飞弹武器 这些东西 那还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 它用这个荡推技术 所以它的这个噪音 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就使得 它能够有达到 相当高的一种 所谓的隐蔽性 那除了这个当然之外 还有其他 包括它这个 大量的导入AI 它这个不管是 在这个态势认知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提供决策的相关数据 这些 我想这个也是它 所谓技术进步的一个 技术进步的地方 那整体来说 像过去 比如像92 092或094的话 它的这个 所谓在水下 能够生存 大概是60天跟75天 092是65天 092是60天 那094是75天 那这个096呢 它是120天 所以它这个时间 可以存续的时间 是非常长 第二次它 鱼雷 可以部署的鱼雷的数量 也比092跟094 要多了一倍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那个技术 当然是 有蛮大的一个突破 当然另外一个 大家更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可以承载 这个所谓 巨浪三型的这个飞弹 那因为这个所谓的 这个导弹的潜舰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去攻击 这个航空母舰 跟陆地上的目标 所以那像这个巨浪三型 因为它的这个射程 非常非常远 所以它等于可以通过水下 对很远端的目标 发动攻击 那这个当然就会对 陆上也好 或者是海上的航空母舰来讲 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那简单来说 它能不能突破这个美军的追踪 在第一岛链的部分 这个就是看它的隐蔽性 对 那其实美军的话 主要当然 就是说如果你的隐蔽性够强 比方向你的噪音能够克服 你能够在水下 生存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就比较 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去躲开美军的这个追踪 好 那我们持续来看到 这个096型的核潜舰 它还搭载的是巨浪三的洲际飞弹 射程的部分达到了 超过1万公里 可搭载10颗的分岛式的核弹头 那么特别提到说 每个爆炸的当下的量能 可以达到20到30万吨的TNT 美国的军事学院研究报告 也将中国这一款核能的潜舰形容 它说它是噩梦 并且说呢 这一型的潜舰将会 很难以被探测到 好 特别来请教静哥 你怎么看 它现在搭载的是叫做巨浪三的一个飞弹 能对中国的核打几例带来多大的一个提升 我想目前我们大家读的都实际上都是 这个相关的书面资料 但是我要这个稍微要提醒一下 刚才卓老师有地方讲错了 这个潜舰都叫做电船 电船意思就是说 它用一个无论是用内燃机 或者用核动力的核反应堆 经过发电机 然后储存在电瓶 由电瓶去带动直流马达发动机 然后开始带动车液 那要最大的一个技术更新 就是所谓五轴推动 就是中间没有一根轴了 它就把它电送在外面的钉子上面 然后车液是悬浮的 那个样子因为没有这个轴 它的噪音会急剧的降低 所以跟什么财电什么东西没有 这都是核动力的 我要在这边特别要讲 可能大家都会很压抑 这个核潜舰最怕渔船 之所以它有增加这么多 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它能够适应大洋的发射阵地 所有这些核潜舰它要进入战备值班 它要到某一个既定的海域 这个海域要很干净 你知道英国皇家海军 在苏格兰的核潜舰出去 最怕北海在抓雪鱼的渔船 因为经常这个潜舰就被渔船给捞起来了 所以它要想办法进到大洋去 我们一直发现我们台湾东岸 有一大堆的海洋测量船在那边 它就是希望能够在太平洋 能找到适当的海域 因为洋面流跟洋中流不太一样 那它能够在一个很稳定的洋流之中 然后在那边漂浮 然后接受到信号 然后做核反击的任务 所以这里头最重要一件事 这个洞九六潜舰 东沟六潜舰 是能够突破它近海的 原来现在预设的发射阵地 然后进驻到大洋的发射阵地 这个中国大陆从发展核潜舰部队的时候 从当初的江戈庄在青岛旁边 后来的这个就是小平岛在旅顺的旁边 到现在发展到南海 为什么美国一天到晚要在那边南海的活动 就是因为从三亚那边出来的这个基地 要穿越西沙 到达南海某一个地方 很少渔船 在那边很稳定 叫它在那个地方就叫它 它的发射阵地 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南海去找它 你的发射阵地就在哪 那在南海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最理想的 要是在台湾东岸 它突破这第一岛链 然后到达某一个非常就是船运活动很少的地方 那它的核打击的这个可信度 就会这个以指数性的这个态势成长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门道所在 是 好 同一个问题继续请教将军 能对美国造成威胁吗 因为这个我们叫弹道飞弹 洲际弹道飞弹它有三个 三个发射的 第一个是地窖式地井的 这很容易被锁定被标定 这个位置是没办法 除非你放在火车上面 或者运载在车辆上面在那边跑 变成机动式的 要不然你固定阵地一定被锁定被发现 那第二个我们知道是战略轰炸机 中共的战略轰炸机是轰6N 那轰6N最大的飞行距离只有5500公里 作战半径2500公里 再怎么飞 你就飞到2500公里 除非在做空中加油 然后打的是巡弹飞弹 它打的不是洲际弹道飞弹 它打的是巡弹飞弹 上面刮了核弹头 但是这天多只能打到第二岛链 打到关岛 夏威夷还没有办法 所谓夏威夷没办法 所以是非常非常长程的巡弹飞弹 那这个弹体太大了 没有办法 风流温装不下去 那这唯一的什么 我们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前间 因为这个刚才张静也有讲 左教授也有说 它隐蔽性够 它到它的一个 它布放到那个隐蔽性 而且它的现在它的噪音值 最早降低的 096比094的噪音值降低很多 到了95分贝 95分贝比海洋的背景值高一点点 比较隐蔽性又增加了 那它的载弹量又大 它隐蔽性够 那载弹量又大16个 那16个 如果分导是说有讲6个 有讲10个的 那你乘以6或乘以10 那就不得了了 隐蔽性够 然后被发现的几率低 那这个换句话 是比前面两个地窖式的 中继弹道飞弹 还有挂在轰6N的 这种空射的巡弹飞弹 挂了核弹头 都来得有效 那现在中共正在研发 目前正在初级作战测试的 轰20逆中的 长城的这个逆中战略轰炸机 它还没出来 它现在的数据出来 是能够飞到8千5百公里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它能够飞到8千5百公里 轰20出来 又有逆中效果 那可能又会 它又会焦点 又从096的核动力的 弹道飞弹前进 转移到轰20 但是轰20现在还没有 列入作战序列 所以先盯到这个096 而且林姐乐 它挂了这个巨浪山 可以打到1万2千公里 是 换句话 它可能就在 刚才张静所讲的 就在南海 还不要出来 如果出第一岛 出第二岛 1万2千公里 它不要出来 都打到美国西岸 如果出来的话 它可以打到美国东岸去 是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它的隐蔽性 跟它的机动性 会造成美国在这一方面 非常重视 谢谢张老师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 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